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进入加萨 却遭乙军炮击 而物资卡车仍迟迟未获准进入 援助物资枯竭 加萨人排队抢水抢梁 年后大陆面临缺工问题 广东佛山开启春季首场大学毕业生招品会 有企业最高年薪达到36万人民币 而旅游复苏 航空业急需人手 香港也面临及时荒 欢迎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要来看的是 灰达被称为高科技界的泰勒斯现象 这个原因是因为强劲的AI半导体需求 让大家高度关注了周三盘后 晶片大厂灰达所公布的最新财报 它的第四季营收大增两倍多 达到220亿美金 它的年增更高达769% 全年徽达的获利大增了580% 徽达更乐观地预测 这一季的营收能够冲上240亿美金 于是激励了它的股价大涨10% 徽达股价去年到现在已经涨了225% 带动其他AI概念股同步飞涨 分析师于是以小天后泰勒斯旋风 形容这一波的徽达现象 在周三美股收盘中后揭晓 晶片大厂灰达的第四季财报 没让市场失望 分析师用当红小天后来比喻 在强劲的AI晶片需求下 让灰达截至1月28号 过去三个月的营收和获利 翻倍成长创下新高 营收同比大增265% 达到221亿美元 最关键的资料中心部门营收 则比去年同期飙升409% 达到184亿美元创新记录 第四季货利则从一年前的14亿 保增769%到近123亿美元 2023年全年货利则同比大增580% 回答也看好未来展望 预估第一季营收能冲到240亿美元 同样优于预期 消息一出激励灰达盘后股价 营收大涨10% 一扫过去几篇市场不安情绪 回顾2023年 灰达已经涨了约240% 成为标普500最大的涨势贡献者 到今年以来的不到三个月 灰达又累计46%的涨幅 持续带动其他AI概念股 掌声响起 像是处理器大厂超为AMD 今年以来股价已经涨了近18% 另一间通讯晶片龙头博通 目前也有超过11%的涨幅 而近期这波涨势 已经让辉达接连超越 亚马逊和谷歌母公司Alphabet 成为全美市值第三大的企业 但分析师以待保留 分析师警惕 目前市值飞天的回答 一旦财报中出现任何不利因素 都可能刺激股价大幅拉回 并且拖累一票AI概念股 分析师也认为 挥达必须说服投资人 能够一直维持这样的高速成长 在目前全球的AI半导体销售 挥达占了约70% 而如今包括Meta 亚马逊IBM和微软都开始生产自家的晶片 让这一片小如指甲的零件 由于还能用在卫星 太空通讯到国防 已经让全球从竞争演变为战争 各国当局无不加快脚步 这星期美国政府宣布将提供15亿美元 给总部设于加州全球第三大的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 以刺激本土半导体制造 这笔补助除了帮助格罗方德 即将在纽约州马尔他建造的新厂 还能扩大现有位在佛蒙特州 柏林顿的运作规模 格罗方德是晶片法案的第三家补贴对象 却授予最大笔的补助金额 当局表示这项计划能在未来十年 创造一万多个工作机会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而汇达财报也激励了日本股市 受到晶片类股的激励 日经平均指数强势上涨 在2月22号创下 有史以来最高价突破了39点 超过了1989年经济泡沫时期的盛况 不过日本的工商界说 股价是不代表经济力 低薪时代抑制了消费 日本的经济本质不够强健 所以日本今年的春斗 劳资达成了大幅的加薪共识 汉达还给出了1989年最高调薪 希望带动整体的加薪趋势 日本的股票交易员 最近脖子抬的是酸病快乐者 因为日股实在是太争气了 日经225指数保持上涨趋势 周四一举功课 三万九千点大关 收在三万九千零九十八点六八点 打破1989年创下的历史收盘 与盘中高点 百回答财报报喜所赐 AI类股跟着吃香喝辣 日股也因此分一杯羹 从现日圆烟搅目的泡沫经济姿态 日本的泡沫经济崩解后 至今走不出景气黑暗期 先进国家拥有如此独特的经济结构 宛若股海中的瑰宝 整理近来的国际局势 以及日本企业改革 股市动向反映出投资客的期待 东京证交所表示 外资已连续六周买超日股 显示市场看好日本后续景气 日本工商界警告 前车之箭不可望 没有强劲的个人消费 经验市场的股价不过是虚胖 因此今年的劳资谈判格外受注目 日本每年的春斗 进行至白日化阶段 企业陆续做出决定 因国家政策 汽车商轰达同意劳方条件 给出满额回答 整体月薪调涨2万日元 是企业1989年以来最高调幅 Mazda同样做出满额回答 整体月薪调涨1.6万日元 是7月2003年实施现行制度以来 最高调幅 本身的急激烈的物质高 物质上升 这些物质上升 这些物质上升 Mazda的従業员 除非 地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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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的生活 保持 这些物质上升 本身的物质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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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最快给出回复的车商 期待新年度起 汽车产业员工能有满意的薪资 另外 日本劳工也将迎接 薪水变多 工时变少的新时代 4月起 日本劳动心智上路 严格管理部分产业的加班时数 其中对于物流业的冲击 非同小可 新制度中 货运驾驶加班上线为一年960小时 等于每天加班不得超过4小时 过去的单人坐业跑业车 变成了违法行为 若按法规 一车得配两人 纵使不论成本 少子化造成的人力荒 又该如何解决 尽管官方自信满满 但产业界不敢苟同 根据试算 实施劳动新法后 日本今年送货率将下滑 14.2% 2030年 恶化至34.1% 经济损失恐怕百亿美元 日股究竟是强劲的东山再起 又或是昙花一现 日本经济前景仍是充满变数 我们关注加萨人道危机不断升高 以色列加强对南部拉法这个地方的轰炸 5个月的战火已经有29000人丧生 而加萨平民的处境越来越糟 始终都有营养不良饥荒风险 加萨人战前都仰赖外界援助物资 战争开战以后物资很难进入 主要原因是乙军没有办法确保援助军队安全 而且那个地方社会秩序已经崩盘 车队是屡屡遭到暴力打劫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发现 有一辆前往北加萨的物资卡车 尽管走以色列军队规定的指定路线 途中仍然被以色列军队袭击 现在国际机构北宋的车队几乎是全面喊咖 蜂涌挤上物资卡车 这就是北加萨人绝望的程度 这辆援助物资卡车是在1月底 最后一批进入加萨北部的车队 救援喊咖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很难不被战火波及 根据CNN独家调查 载着北加萨急需的粮食卡车 2月5号遭以色列炮击 尽管走的是以军提供的安全路线 在加萨许多人面临饥饿之际 专家表示袭击粮食卡车 可能等同战争罪 这辆标记为联合国车队的卡车 天还没亮就上路沿着拉西德海岸公路 凌晨4点15分抵达以色列国防军的据点 停留一个多小时后 5点35分就遭到袭击 索性无人丧生 联合国表示 他们是遭以色列海军炮火攻击 CNN分析袭击后两小时的卫星影像发泄 这些海上船只只能是以色列海军 他们部署沿海地区 从加萨西边发动攻击 这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 自以哈冲突以来 已有许多物资卡车遇袭 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表示 北加萨还有30万平民 但自今年1月 他们前往北加萨的申请 半数都遭到以军拒绝 在最新一波攻击后 他们只能忍痛决定 停止送物资到北边 以色列国防军说 有协助协调人道援助 但援助机构表示 一再面临延误 部分工作人员甚至被拘禁求刑 即便车队获准进入 部分路段根本无法通行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0号也宣布 暂停送物资到北加萨 主要因当地社会秩序崩坏 车队进入时屡屡遭遇混乱 暴力打劫 大批民众试图爬上车 车队甚至遭到枪击 过去两周 进入加萨的物资卡车 少了一半以上 从1月的每天140多辆 减少到约60辆 远低于战前的500辆 加萨的累饥荒 让许多家庭每天只能吃一餐 严重营养不良比例 最高达15% 超过80%的家庭 没有干净安全的水源 位于加萨南部的 边境地区拉法 现在估计几近150万人 即便援助物资相对多 同样很难取得水和食物 男女老少就在沙滩上 大排长龙 拿着空瓶和桶子 希望多少能拿到一些水 这位妈妈说 她被迫给年幼的儿子 喝海水 但儿子不喝 联合国警告 缺乏清洁水源和营养 已经导致疾病 在加萨走廊传播 英国和约旦宣布 周三空头四顿人道物资 给北加萨的医院 但强调需要更多物资 且速度要快 接下来我们今天关注美选的 则是川普和美国总统拜登 他们应该就是一组对决组 而现在各出其招 希望扭转自己在选民心中的形象 拜登一个比较大的内政包袱 就是一直解决不了的 非法涌入移民的问题 严重影响国安 使得他的连任选情 受到很大的冲击 因此拜登的移民政策 越来越强硬 他有意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边境的移民数量 这也就是等于走回川普 之前的回头路 共和党发起弹劾拜登 但是大翻车 议员紧咬拜登跟他的小儿子 杭特拜登收贿 但是发现前FBI线人 所提供的相关不法证据 全部是谎言 弹劾案变成了诬告案 让共和党相当难堪 美国南部边境涌入爆量移民 已经严重影响国安 总统拜登连任选情 也因此受到冲击 白宫知情人士透露 拜登在移民政策的立场 已经转趋强硬 他有意签署行政命令 限制边境移民数量 新的行政命令内容 可能包括 终止提供非法入境者 申请庇护和安全的保障 若一周内单日平均移民数量超过5000人 政府就会关闭边境 这项行政命令 与前总统川普在2018年推出的 严格移民法类似 民主党在拜登上任后 立刻推翻了川普的政策 改采较人道的系统 白宫如今却走了回头路 本席认为 拜登此举也是向共和党释出妥协讯息 希望众院能够尽速通过 包含边境安全在内的远外预算 移民大量涌入德州 共和党籍州长阿伯特 已经跃拳采取多项争议性措施防堵 像是架设有刀片的铁丝网 但也确实让原本一天涌入5000人 现在奏降到仅剩1% 阿伯特上周还宣布 要在边境盖军营 可容纳2300人的部队 加强边境的控制 加州政府也更新了防堵移民的边境墙 加高到10公尺 不过当地居民认为 根本没用 只是浪费钱 共和党抓住移民失控议题 成功打击拜登选情 但共和党发起的弹劾案却打翻车 共和党议员惊咬拜登和他的小儿子 杭特拜登在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 接受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贿赂 但如今发现 前FBI线人所提供的相关不法证据 全是谎言 而且材料还是俄国情报官员捏造的 这名说谎的FBI线人也遭到起诉 弹劾案现在成了诬告案 当时执政历历的共和党议员 只能靠硬拗来自圆其说 要论美国政治人物硬拗功夫 前总统川普绝对是翘楚 遭四项刑事起诉的他 一口咬定这是政治迫害 他还自比是俄罗斯反对党 阵营领袖纳瓦尼 他因为反对总统普京而遭迫害 上周在狱中猝视 川普此番言论也遭批评 自台身价不伦不类 美国11月的总统大选 争取连任的拜登与可能的对手 川普现在都紧盯一个人的动向 就是脱离民主党独立参选的 小罗伯甘乃迪 只要任何摇摆州的一点选票 流向他都可能让拜登或川普落选 民主党的非议选民是小罗伯甘乃迪的主要支持者 民主党为了阻止甘乃迪挖走选票 近日将他与川普的Mega运动挂上钩 还说他收了Mega支持者的捐赠 参选目的根本是要帮川普当选 不过也有分析认为 甘乃迪比较受川普支持者欢迎 所以更有可能瓜分川普的选票 TPBS新闻总和报道 抢工这件事果然就如预期 在新春过后发生了 前提还是缺工 中国大陆各地都在抢人上工 广东佛山大学的毕业身招聘会 有职缺开出了年薪人民币36万 一毕业就有年薪36万来挖人 另外家政市场一直缺工 节后订单暴增 旅游复苏很快 香港的航空业严供缺工 那么为了解决香港航空的机师荒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 推出了14个月机师培训的课程 学费80万港币 完成之后 有机会直接进到三家航空公司工作 打出就业不必去远方的口号 春节后安徽登地举办大型招聘会 要留人在家乡工作 120多个企业 祭出1万多个职缺 简历的话呢 目前收到有三四十份 意向的也蛮多的 这次过年回来 看到家乡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在搞这个招聘会 然后刚刚我也看了两家单位 也是希望能够借助这次机会 留在家乡 经历新冠疫情后 选择留箱打拼的人越来越多 不再一窝蜂 挤进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一线大城 这让大陆各地抢工情况更加激烈 今天大概有50多个人 来到我们这边投简历 学历大多是大专以上的 比较符合我们企业用工的需求 在江西干州举办的招聘会 一个场次下来 也是超过100家企业参与 提出1万多个工作机会 光是大陆官方在全国发起的就业春风行动 从1月下旬开始到2月17号 累计就办了1.8万场招聘会 发布1000万个职缺 发出务工人员专车 专列和包机运送劳动者10万人 将提供各类就业岗位约3000万个 今年的春风行动 组成线上线下立体式招聘矩阵 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就在身边 可感可及的就业服务 就怕劫后掀起缺工潮 官方促就业比往年还卖力 而严重的青年失业 今年也不再等到毕业季才开始寻求解套 广东佛山率先启动春季第一场大学毕业生招聘会 根据广东佛山计划发展高端装备制造 新材料战略新兴产业 企业寻找适合人才 招聘会上提供的职缺 最高年薪达人民币36万 换算台币破百万 即便开出优惑薪资也不见得 找到合适人选 因为大陆就业市场供需失衡始终没解决 企业需求和求职者专业无法匹配 导致缺工和求职难并存 像是家政市场人手总是处于紧缺状态 平常人手就不够 春节过完更紧张 广西南陵这家家政公司 开工两天就接了20多笔订单 而在香港旅游业复苏 机师缺口问题浮上台面 先前国泰航空还因此取消多架航班引发关注 学习飞行程序为了加快补足机师人力 香港国际航空学院去年开办实习机师培训课程 学员完成14个月课程后就有机会到香港航空 香港快运或大湾区航空工作 现在这个机遇是唯一一个可以给到机会 我会做这个人 如果不是刚好所有时间点都很合适的话 我相信很难会在这个年期之下去再开始 抓紧机会议员积师梦 不过14个月的课程除了在香港 还要到美国接受8个月飞行训练 学费高达80万港币 换算台币超过300万 学费昂贵 有香港议员建议港府能提供贷款或资助 大力支持机师培训 好让航空业的人力慌能有效解决 TBBS新闻综合报道 来看一个跟生命有关的议题 如果说冷冻胚胎是同生命 那么在人工生殖的一个医疗过程当中 有一些冷冻胚胎到最后会弃制不用 那应该怎么处理 这是美国开始出现了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裁定 他们认定人工受孕的胚胎就是为生命 丢弃或受损就是处罚 那么这一周的人工受孕机构承受了庞大的压力 那么部分机构就宣布从此不做人工受孕 而白宫的看法是透过发言人指出 这像攸关堕胎权的罗素韦德案一样 被最高法院推翻后在全美造成了混乱结果 迎接小生命的到来是许多夫妻的心愿 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顺利自然受孕 有人选择花钱做试管增加成功几率 不过美国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近期一项裁决 将子宫外的冷冻胚胎视为孩子 让人工受孕许多环节 在法律上可能被解读为杀害生命 引发医学界诊撼 这起案件是有三对夫妻 不满他们的冷冻胚胎被一名患者破坏 这名患者闯入冷冻储藏室 还不慎将几个胚胎摔在地上 以该州1872年的未成年过失致死法 向诊所提告 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16号以7比2票数 否定下级法院认为胚胎不能被定义为人或儿童的裁决 判定任何毁坏胎的人都可能承担过失致死的责任 法官密切尔在裁决书中写道 阿拉巴马州人民要求法院以对神的敬畏来对待每个人 哥德尔夫妻在经过三次流产后 决定花费2万美金 约合台币63万元做人工受孕 在当地最高法院判决出炉后 他们就诊的诊所开始担心 接下来的疗程可能会触法 人工受孕是一种生育治疗法 取出女性的成熟卵子后 再采集男性精子 受精后成为胚胎 但成功率要是年龄而定 例如超过40岁者 成功几率只剩下不到百分之十 好不容易成功培育胚胎 也要视生长情况决定是否保留 现代医学发达 可使用特殊的冷冻技术 将胚胎储存在零下196度的液态蛋桶内 配合患者的需求 需要时再解冻植入体内 目前记录最久的是2020年 田纳西族夫妇生下的双胞胎 是27年前冷冻的胚胎 有一对夫妇匿名捐赠 但在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的 争议性裁决后 这些都可能出法 消息传到美国白宫 发言人尚皮耶批评 判决是让美国妇女 被迫面对共和党官员 带来的毁灭性后果 该州最大医院 阿拉巴马州大学 伯明罕分校医院 本周三宣布 暂停人工受孕疗程 声明表示他们很遗憾 但必须审慎评估 患者和医师 可能受到刑事起诉 或面临惩罚性赔偿的可能性 不过这项裁决 受到反多胎保守派人士的欢迎 他们批评人工受孕 是不道德的做法 每年有数十万个胚胎 在人工受孕过程中被丢弃 对正在进行人工受孕的夫妻来说 做试管的过程已经够难熬 如今阿拉巴马州的判决 更让他们压力倍增 法律判决只是简单几个文字 所造成的影响却是难以想象的 从反多胎到如今胚胎都被视为生命 衍生出更多问题 让美国人工收孕各环节的合法性陷入一片混乱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泰国马来西亚跟新加坡都已经宣布 跟中国大陆免签 所以这些地方现在有好多大陆观光客 春节的时候呢 大陆掀起了东南亚旅游热潮 刚刚提到新马太三国的陆客总数 比疫情前还要多出三成 而泰国的陆客在春节的时候比去年多了三倍 陆客消费力只回到82%的水准 治安的负面消息现在爆发 泰国传出有不到30岁的女性陆客 差点被杀害 以及越南海关人员抢索小费的消息 刚过去的春节长假 不少中国大陆游客选择出国旅行 摆脱疫情三年困守国内的苦闷 也借旅游休闲作为辛劳工作一整年的犒赏 后面签证 对我们的时候最大的好处是方便 给我们国人来带来一种那种感觉 就是做手做手的感觉 让我们觉得这本护照都更加好了 距离近而且有免签吸引力的东南亚就成为首选 尤其是去年9月起对大陆游客实施五个月免签 日前更与中方签约承诺相互永久免签的泰国 更在春节爆出大量 2024年的春节 整个中国的富泰旅游的这个旅游订单 同比是增长了13倍左右 那么从这个出行的数据来看 体现一个年轻化和亲子化 你比如说整个的出行订单 它的亲子占比达到了接近五成 那么像8090后这一带的中间的旅行力量 是占到了差不多八成左右 据西城调查 今年2月10号到17号的春节假期期间 前往泰国新加坡与马来西亚 这三个免签国家的陆客数量 比疫情前2019年春节多出三成以上 往香港澳门日本与南韩的陆客人数 也显著增加 这让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对于亚洲驱航空业 重回疫情前荣景 充满期待 然而就在大批陆客举家欢乐出游之际 泰国却传出有中国女游客遭遇歹徒失报 差一点丧命的治安事件 29岁的女游客是在春节期间 和父母弟弟一起前往泰国度假 周日傍晚与弟弟在路边等公车 想去帕塔亚步行街逛逛 遇到两名骑机车的泰国人 表示愿意再姐弟一程 没想到上车后 姐姐却发现机车骑士 刻意与弟弟乘坐的机车分开 还把机车骑到偏僻的高尔夫球场旁边草丛 把女子拉下车试图性侵畏果之后 便把女子洗劫一空 并且放火毁灭罪证 索性女子利用伙事 把捆绑自己的绳索烧断 逃生并且报警 警方透过监视器追查 周三成功逮捕疑犯 并且发现疑犯曾经涉及 多宗高尔夫球桶抢劫案 泰国的治安问题 对于中国大陆游客来说 一直是心中隐忧 尤其去年10月曼谷商场百利先罗公 还曾传出14岁少年任意开枪 导致两名陆客一死一伤的惨剧 之前也打算想去泰国那边玩 但是我看到 就是一直到网上看到有些人 这不怎么好不怎么安全 所以我就没打算去 也因此尽管今年春节 访问泰国的陆客人数 比去年增加335% 但与疫情前的2019年相比 仍不到当年半数 同时受到物价上涨 以及旅游需求改变等因素影响 中国游客平均每人每次旅行的消费额 与2019年同期相比 则有25%的成长 泰国之外 另一个东南亚旅游胜利越南 也传出负面消息 近日有中国公民反映 入境越南那阵 被口岸职员要求收小费 中方向越南提出严正交涉 中国住户知名市总领事馆 针对越南海关人员的非法之举 敦促越方加强监督查处力度 同时呼吁中国公民不要透过支付小费 换取通关便利 早在2016年就有陆客反映 越南海关人员针对中国游客所讨小费 并因此引发冲突 如今随着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前往东南亚旅行 类似事件再度重演 恐怕也会影响陆客出国旅行的意愿 此外陆客出国人数持续增加的同时 消费力道却明显没法跟上 支付宝数据就显示 中国整体海外旅行支付金额 今年春节 只恢复到疫情前82%的水准 尽管陆客全球趴趴走的昔日光景 短时间内还无法重现 但亚洲其他地区旅游市场的复苏 正持续进行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世上全球的观光都回谈 新景点也越来越多 埃及第四开放了开罗大城堡区的一块全新的部分 这里面有两个半圆形的塔楼可以参观 而美国第三大饭店业者 买下了英国知名的地标伦敦电视塔 会把它打造成精品旅宿的饭店 中东的杜拜机场 去年游客量大增超过三成 推动了整个国内的经济复苏 旅客拖着行李准备登机 中东杜拜的机场 作为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枢纽 去年旅客量激增 达到8690万人次 超越疫情前水平 杜拜在疫情后迅速重新开放 以及对科技大力投资 甚至是少数在俄乌战争后 仍开放俄罗斯人 进出的国家之一 都有助于航空旅游的复苏 也带动了国内经济发展 杜拜机场预计 今年的旅客量将达 8880万人次 接近2018年 创下的历史新高 各大城市不遗余力 振兴国内观光 埃及政府也在近期 首次对外开放开罗大城堡区的两座塔楼 游客将能登上高塔 眺望著名的清真室 海罗大城堡区是史上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 堡垒区包含多个地标和博物馆 其中最著名的是经过翻修的塔楼 这里有700多年的时间 一直是埃及政府的中心 直到最近才被作为私人活动空间 军警宿舍使用 喜欢宝规高空美景的游客 不远的将来也能考虑陆住英国伦敦知名的地标伦敦电视塔 21号业主同意以2.751英镑 卖给全美第三大饭店业主 即将成为一家精品饭店 这座电信塔是伦敦1960年代战后复兴的象征 有16年时间是城市最高的建筑 一直到1980年代才被金融区的摩天大楼取代 近几年则是以360度环绕的LED荧幕 播送重大事件文明 至于南美洲哥伦比亚第二大城麦德林 在政府大力整肃暴力事件大幅下降后 也深受游客的欢迎 去年总计140万人次大多来自美国 但观光大爆发却也暗藏危机 正好碰上当地性剥削和人口贩运的激增 自去年11月起 已有8名美国游客在麦德林遇害 其中多名死者都是汉交友软体认识的女子 在当地碰面后北下要迷婚 洗劫财物甚至因此赔上性命 各国首都伯格大的美国大使馆 已在1月发出警告提醒游客 在哥伦比亚性交易是合法的 由于持续贫困还有邻国委内瑞拉移民涌入 导致麦德林去年未成年性剥削案 比前一年打增近六成 当地警方开始加强领检 不过对于许多游客来说 城市充满活力的文化和自然风景 仍有他的迷人之处 TVB新闻总和报道 关注中国广州一座大桥 清晨被货柜船给撞击 桥身断裂 初步调查当时四辆汽车 一辆机车坠桥五人死亡 大桥通往三明岛因为事故停水 民众反映岛上的矿泉水 全部抢购一空 而货船撞击大桥的瞬间画面 也在网络传开 广东立心沙大桥旁的监视器拍下 货柜船撞击桥蹲瞬间 大桥硬身断成两节 事后从空拍画面来看 货船卡在两座桥蹲间 大量瓦力和三辆车 摔进货船内严重凹陷变形 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逃过一劫 官方通报这起货船撞桥事故 还有两辆车落水 还导致大桥连接的三明岛 水管线路断裂 立心沙大桥是三明岛居民进出的主要道路 事故发生后 大桥和周边900公尺的道路都实施交通管制 想出岛的民众只能先找小渔船渡轮帮忙 1992年落成的立心沙大桥近几年多次进行加固工程 这次被撞后断裂桥面缺口平整 右边桥蹲倾斜 有香港工程师认为大桥防撞设计有瑕疵 为什么货归船会撞向大桥 官方表示已经将船主控制行动 后续将展开调查 离清事故原因 TVBS新闻 萧明珊 李明珍 综合报道 谢谢您今天跟我们一起focus寻求新闻 祝您平安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